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霆律师 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节日的时候 都喜欢来喝个两杯作为庆祝 或者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习惯 希望睡前喝个两杯 让自己能够好睡 所以我们也常常跟大家讲说 有的时候喝酒其实是个好事 而且酒这个东西从很早很早就有了 几千年前 大家就知道把酒当作是一种助性的饮料 但是反过来喝酒 也很容易误视 喝酒也很容易产生问题 而且这些产生的问题 很多时候小的可能喝酒让自己受伤 严重的可能让别人受伤 甚至让别人死亡 或甚至也让自己死亡 所以喝酒这件事情 在法律上面就会衍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大家最常碰到的 听到的就是酒后驾车这样的问题 那单纯为什么喝酒开车就要处罚他 那如果我今天是喝可乐 开车就不会处罚 又或者我今天喝酒是开车要处罚 我如果喝酒骑脚踏车就不用处罚 到底为什么喝酒跟很多的行为 都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法律问题 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绿油巾》 绿油巾 绿油巾 大家来看我爱听 所有烦恼都出镜 大家都爱绿油巾 全家的笑都开心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大律师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第一位是黄丽 黄大律师 大家好 我是黄丽律师 还有魏正芬 魏大律师 刘律师好 大家好 两位大律师 平常你们会有喝酒的习惯吗 黄丽会吗 只要是参加聚会 有酒就会喝一点 有酒就会喝一点 还是喝很大一点 怕醉啊 所以就喝红酒啊白酒啊 很容易醉吗 酒量越来越好 越喝越好 那有喝醉过吗 很少 但是有不小心喝醉 就是自以为 那个酒精浓度没有很高 但其实那个后劲来得很快 所以就醉了 不想喝醉有出事吗 没有人要对我干嘛 所以还好 还算安全 自己有人送回家睡觉了 对 安全的 那正分呢 我酒量没有很好 就是红白酒大概两三杯 然后之前就是可能还在学喝威士忌 就不知道威士忌很容易醉 有一次就是跟朋友生日唱歌 然后大概就喝个三四杯 就直接睡着了 幸好我朋友那个时候 就是有送我回家 所以还是安全的 我觉得说实在的 人家说酒后见真 你就知道他的酒品好不好见真 像我也是 如果喝的比较多一点 我就很想睡觉 然后我就想尽办法 赶快跑回家睡觉 曾经也有过说 朋友我们就是玩游戏 然后喝一个下一个下 喝一喝我就说 不对这个不用再喝了 我大概知道 这些酒精消化 我大概就醉了 我就什么话 大家谢谢再联络 我先回家 我就直接跑走了 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 想尽办法赶快溜走 不然我就觉得我是不会干什么 但是就会睡着 所以就赶快回家 而且要一直喝水 如果不一直喝水的话 隔天睡你头就痛 因为酒精其实需要干去消化它 然后你没有用很多水去代谢 你的干消化就很辛苦 所以就会一直残留很久 在你身体 所以一下就会发生头痛什么的事情 所以说实在的 我觉得酒这个东西 有些人喜欢喝 有点茫茫的说很舒服 可是我觉得只要脑袋不能控制身体 我就觉得很可怕 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尽量不要发生这种状况 那我们等等 也再跟大家来分享 很多跟酒 或者是喝醉有关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这样子 就讲几句安慰的话 结果讲着讲着就说 那不然我们约出来喝酒好了 对啊 好好寝吐你的悲伤的情绪 对 然后呢 可是一般人喝酒 应该是可能选择酒吧 或是哪里 没有耶 他们约在练武室 老师的房间里面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常听到 有人说叫做有色武胆 特别是 例如说我们担任律师 这样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法律的界限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拘谨的 保持合法合理的界限 但是如果遇到一种就是 你其实对某个异性 或对某个人非常有兴趣 可是你在很理性的状况下 你不可能做出欲举的事情 有的人他就是我喝醉了 不管是自动自愿喝醉的 还是不小心喝醉的 可能对自己的这个理性的压抑 就变得很小 你没有办法用理性来控制你的大脑的时候 你那个不理性或是感性的这个思想就跑出来了 然后就会发生对女孩子 对男人或对别人毛手毛脚 或甚至发生性侵等等这样子的问题 那就变成是一个违法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很严重违法的问题 那我们也来跟这个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请这个黄莉 你有我们先讲说先不要讲个案 你有遇过有人这样子对你的吗 对我没有 但是我觉得男生通常如果要干嘛 他其实不会真的喝醉 他都是醉用之意不在酒 就是他其实没喝醉但假装喝醉 对 那你居然能发现他是假装喝醉 也不是对我 就是我们大学迎新的时候 隔壁班听说他们其实原本都有看上某一个女生 结果就在迎新那一天 男生就喝酒 然后喝酒完就到处告白 而且不止一对 有的人就告白成功了 有的人就告白失败了 那是女的也喝酒所以被告白成功吗 应该是都有看对眼的就成功 只是以前还没有喝酒以前不敢讲 对他住性 住性所以喝酒壮胆敢讲 那个都是借着醉 然后放胆去做一些事情 为什么这种剧情我们以前都没看到过 我也都是听人家讲 我们都没有发生过 对所以其实像我今天想要分享这个案例 他其实也是这样子 他的这个被告这个男生是一个舞蹈老师 舞蹈老师他是男生 那自然而然的班上会有很多女学生 对而且应该很有吸引力 很有吸引力 而且他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就很多学生是慕名而来的 那你说上课上久了 可能日久生情 或者是我帮你调整一些姿势的时候 有一些肢体接触 就跟健身教练那个一样 对那有一天就是现在科技又很发达 互相加FB加IG 那有一个女学生他失恋了 他跟男朋友吵架快要分手 他就在IG上面打那个现实动态说 心情不好什么什么的 然后老师就私讯他安慰他 就是这样子就讲几句安慰的话 结果讲着讲着就说 那不然我们约出来喝酒好了 对啊你好好寝吐你的这个悲伤的情绪 对然后呢 可是一般人喝酒应该是可能选择酒吧或是哪里 没有他们约在练武室老师的房间里面喝酒 所以第一个就是老师约这个地点已经问号有问题了 而且约晚上10点 对然后女生愿意去也很有问题 所以大概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而且约晚上10点 然后在那个地方 对其实女生就是如果你不想要 其实你要不然就是不要去 有时候你去男生会自己会觉得是不是有机会 你都愿意来代表就是你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因为男生其实都听说都是一步一步的 他们可能怕你拒绝 可能也怕自己太失礼 他们会先邀约你OK 他们会觉得搞不好你愿意哦 对结果女生去了以后他酒量也不好 他好像喝了三可能三个啤酒 他是真的醉了 结果他醉了以后呢 老师就看他醉了 老师就觉得机会来了 老师就把他的全身衣服就脱光了 趁机性交了 那那个女学生其实他当下昏昏迷迷 他是有感觉 可是他没有那个拒绝的能力 他的可能那个肢体那个是不听使唤 他没办法抗拒 他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全裸 老师又在 他就觉得我应该是被侵犯了 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他就哭啊嘔吐啊 那老师就一直跟他道歉说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女学生离开了以后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提告 他希望老师道歉就好 但是呢他写了一篇道歉文 然后希望老师放在网路上 承认道歉 结果那个老师好像有修改了一下 结果文章一放上去 变成大家对这个女生有公审的行为 大家说是不是你自己去勾引老师的 你是不是老师的炮友 反而那个舆论压力在那个女生身上 对 然后那女生就受不了那个舆论压力 他就说那我要去提告 他就事隔了大概半年后才去提告 对那后来那个老师他当然在法庭上 他有做一些抗辩 他是说确实他们两个在两年前 好像就曾经有发生过亲密关系 所以他觉得这一次好像也可以这样子 而且他还原那天的状况 他就说他觉得是女生先对他是好的 所以这种事其实很难说 男生就觉得好像你对我也有意思 我才这样子 对那法官他是去调查 法官说 依到你们后来的对话信息 女生好像有说 那一天你到底有没有进来 那你有没有带套 因为你没带套我要吃避孕药 可是避孕药又很贵 什么什么的 然后男生就说 没有啦没有真的进去 因为状况不好 所以没有办法进去 但男生还是有汇这个避孕药的钱给他 对那法官就认定说 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叫乘机性交罪 他就是说如果你是类似酒罪的状态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抗拒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人要对你做这个性交的 违反的因缘的行为是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超重 很重很重 那法官就认为说 如果当时这个女生她是知情 她就不会问这些问题 你也不会回答这些东西 所以她就认定说 对你有趁机性交的行为 她就是在判她重刑 从这案例真的要提醒各位观众 如果你要跟另外一半发生性关系 一定要签一个书面同意书 不然的话 这个怎么挥都挥不赢 对啊 怎么挥都挥不赢 因为我们也真的遇到很多这种案例 像你讲的 其实对法官来讲 你们两个两情相悦不会来告 那一个人会来告 那代表没有两情相悦 对啊 而且要调查有没有两情相悦 谁知道 就只有你们两个知道 因为发生关系的事情 就是在你们两个人在的场合 没有别人在啊 所以法官怎么调查 要从事后去看很多的事情 那事后会是怎么样 女生哭哭啼啼 女生跟男生传了讯息 或女生跟其他的女生 传了很多抱怨的话 怎么 我被她怎样怎样 法官就说 如果当时我没有真的是被迫的 不会传这些讯息 所以会传这些 一定是真的被迫了 那有时候这问题就来了 两个人看起来两情相悦 女生一直说来来来 男生一直好好好 然后女生回去说 他讲来来是不要来的意思 谁知道 但是法官一定判女生胜诉 所以我讲不是开玩笑 是我们实务上真的 大部分法院就是这么看的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如果真的要跟另外一个人 发生性关系 务必签署书面同义书 不然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最常遇到的案子是那一种 就像你刚才讲 男的有女朋友 女的有男朋友 天雷勾动地火 就在某个晚上酒喝一喝 大家开心开心 例如说露营 两个人就在旁边发生关系了 发生完以后 各自回各自帐篷 各自回各自的家 一会儿去另外一半说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然后他就讲不出什么好理由 要被戳破 最后只好说 因为我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我是被迫的 我不是自己想要的 你被那个男的信息 马上带你去警察局告他 其实两个人刚才是开开心心的 发生关系的 结果这个男的就突然 蛤 不是昨天很开心吗 昨天晚上不是还 这个大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 怎么今天要去警察局做笔录 你说你被我性侵 你有没有搞错啊 可是那个女的 她没得选啊 她不这样讲 怎么对她男朋友交代 所以一定要告你性侵啊 哇 故事就一路演下去了 对啊 这个遇到 所以喝酒乱性有可能 喝酒住性也有可能 请务必先签署 书面同意 真的 不然会出单情 刘律师讲到这个案例 我就想到我之前处理的一个 他就是 这个女生非常喜欢这个男生 然后他们工作上面一直都有合作 然后有一天晚上 女生就说 我去你们家 然后讨论案件 工作 讨论事情这样 但是男生来讲就机会来了 自己主动送上门 晚上到你家讨论案件 是啊 那男生就当然OK嘛 所以女生就还带酒过去 哇 对不对 这不是完全就是 对啊 很两情相悦的事啊 就很开心嘛 然后呢 当然两个人就很开心的发生 该发生的都发生完了 对 然后呢 早上男生还送女生去上班 去坐公车 然后过几天还有出去玩 然后后面 但是男生后来呢 这样子好几次以后 发现两个个性不是很合 所以就跟女生说 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继续走下去讲 你讲这句话就准备死了 没错 没有想到过半年之后呢 就收到了这个 开庭通知 传票 哇 就这个女生来告诉她 就是那个时候是强迫她 什么把她内衣扯下来啊 手伸到她衣服里面乱摸 不让她起来啊 等等的 对 男生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出去还有自拍 你还很开心毕业 如果我们那天不是 自愿的 对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出去 对 这样子 对啊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 侦查庭当中 就拿出了这些证据嘛 后面两个人一直 合作了半年之后 两个人没办法走下去 分手了 女生才提告 那后来 警察官也是认为说 这个其实就是两情相约 是一个感情不合的报复 对 没错 就是分手以后的报复 对 对啊 我之前还遇到过 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叫做什么 干爹网站 找干爹 对 Sugar Daddy 这种网站 哇就真的也有 女生要找男的嘛 然后男的就付一笔钱 然后就Sugar Daddy 约见面 也真的男的女的就去开房间 陪着她玩一天 隔天 那男的就觉得 反正就是花钱了嘛 所以 好啦 玩完啦 那就分开啦 他要再找下一个了嘛 对不对 女的就觉得 你怎么都不找我了 嘿 我表现得很好 为什么不找我 男的就觉得 哎呀 我们这个该开心也开心完了 我又不是一个很喜欢一直找同一个人的人 女的就告性侵了 就来告性侵了 然后我们那当生就很无奈 我来跟他开会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问他 这个Sugar Daddy到底要付多少钱 他说 我从头到尾 什么一个月付三万 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最后他付了九万 在那个女的身上 就这么出去玩一次 花了九万 我说 哇塞 这个也太昂贵了吧 而且还不是 花完以后 隔天大家欢喜离开 他还要送礼物给那女生 女生这样一告他 要和解金 要赔偿 就是我告你 你要不要和解 三十万 对 我就说 哇 很好赚 对 不是不只很好赚 就是这个Sugar Daddy也太有 就是被当凯子耍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想当这个 就是我有钱 所以我要包养你 它是一个包养网站 所以这些女孩子也知道 你是很有钱 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 我也没钱 你告我 那对你告我 我也就让你告 没钱 我也没钱 对 你可能还不考虑过 你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你一定是有钱的 你即便你这个男女说 好 我发现我被乱告 我要反告诬告 我要反告什么 那女的也陪你反告诬告 反正他什么都不是 跑给你追 他被通弃也没关系 可是你是一个 有可能一定身份地位 或是有资产的人 你就怕丢脸 一定和解的嘛 对 结果就出来一次 就至少搞个三五十万 就没有了 包括我还有配偶 所以又不能让配偶知道 是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搞这个网站 增加律师收入 按援来源之一 对啊 而且我们警察去做笔录 警察跟我说 那个女的已经告过很多人了 新人挑战 某个程度就是 你跟他开心 你尊重他 他就不够你 对 你跟他玩一玩 有什么小的点 例如说有人说 弄完 你跟照片这个不太一样 哇那你完蛋了 你就准备被他告了 哇 多可怕 我就觉得 如果这个社会很危险 喝酒也问题 不要去包养也是个问题 问题太多 结身自在最安全 真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然后后来一查这个加海者 他其实酒驾的纪录非常多 他动不动两三个月 他就会有一次酒驾被抓到的纪录 天哪 对啊 所以代表他一天到晚 其实就是碎薰薰在路上 对啊 而且到最后因为都被吊销了 所以他就是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跟各位讲 喝酒另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酒醉驾车 这个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为什么一定要是喝酒 为什么一定要是开车 那到底要喝多少酒 开车会出问题 还是你只要喝酒开车就出问题 而且车的定义是什么 四个轮子还是两个轮子 还是要有这个引擎马达电动的 还是脚踏车不行 这个都是我们法律上的一个界限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最前提 我们就是担心你喝醉酒 然后你没办法控制你自己的驾驶能力 你却骑了或开了一个 容易伤到人的交通工具 最后就会伤到人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在公共危险罪 容易造成公共危险 就好像你喝醉酒 我送你一把刀 你拿着刀在或拿着一把枪在路上走 那大家会害怕你可能拿刀乱砍 你可能拿枪乱射 所以我们就要禁止你做这个行为 就是可能产生危险的前行为 我们要禁止你 所以我们禁止你酒后驾车 好那问题来了 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 到底车的定义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其实对这个 汽车大家都可以想象 机车大家也可以想象 再来脚大车 现在很多我们看到滑板车 有电动的脚大车 那到底这些 我骑喝酒可不可以犯罪 会不会变成酒后驾车 我告诉你我们法条是这样 刑法规定 185条之3的规定就是 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要有动力的交通工具 那我们呢 在这个道路交通工具 它的规范 所谓的有动力 是指说 如果这个交通工具 本身它的时速 可以达到25公里以上的 它的上限 时速上限 超过25公里以上 我们就会把它认定 它是一个动力交通工具 例如说 电动脚踏车 如果它加速起来 可以时速超过25 我就把它当作 是一个动力交通工具 因为这种时速 就容易伤到人了 所以如果在25以下 例如说 我们有些老贝贝老太太 做那个 一台车 然后要用这个推的 这种 再动 那个大概要撞到人 不太容易 即便喝醉 比较容易是自己摔车 或开到这个安全岛 或开到这个水沟里去 要伤害人比较难 所以就比较不会把 这种交通工具 定义在 那当然脚踏车 你再怎么踩 多半 时速也很难 超过25公里 所以我们多半会认为说 喝酒 骑脚踏车 还不算是一个 直接会进入到 我们酒醉驾车的法条理 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是刑法 还是有行政法的 另外就是喝到什么量 例如说 我们现在规定 0.15 0.25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包括行政法 包括刑法的处罚的界限 等等跟各位讲 来黄利 要不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 这个案例就是说 他酒驾得太夸张了 就是他大概是晚上的时候 从KTV 景美那边的KTV出来 那一般我们刑法的不能安全价值 是0.25毫克 对 毫升还是 我们就PPM 就毫升 毫克 然后呢 他后来那一天酒测达到1.92毫克 那几乎已经 是八倍 完全不知道事情的 罚定值的八倍 你其实超过1.1 1.2就已经 不知道状况 完全已经 人已经不知道在干嘛 对 甚至要 会喝到死掉 我有时候喝多的时候 我怎么判断我自己喝多 我突然走不稳了 我突然走不稳 我要扶着人 我才有办法走这条路 我就知道说 那个一定是 一定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对 那一天那个人呢 凌晨5点 他已经酒精浓度那么高 他还是坚持要自己开车 他已经喝到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他有在开车门 他也不知道 真的 很严重 真的很严重 然后那个时候 他是从 他从罗斯福路6段 开到基隆路3段 那边速线是50 他开了106 在市区的道路上 然后那个地方平均 可能正常要开10分钟 他那天开了2分钟 他就到那个地方了 再来就到天堂 他就在 他送人到天堂去了 他在路上蛇行飙车 然后狂闯红绿灯 就被警察盯上 顶藏就开始明灯 让他靠边 他不听警察的话 他就继续冲蓝简 然后他就是闯了5个红绿灯 这样子 那可是他的反应力 控制力其实早就已经在 那个只是在路上乱开而已 迟早会撞到人 后来他的确先撞到第一台机车 撞到机车以后 其实你很明确知道你撞到人 因为那个人被你喷飞 你开那么快 这么严重 他被喷飞 然后其实他知道了 可是因为后面有警察在追 他就继续开 对他其实已经知道 他也没有下来说查看 报警 或什么他都没有 他继续开 瞬间4秒后 又撞到另外一台机车 然后那个人又喷飞 他自己又打滑出去 撞到另外一台 他总共撞到3台机车 那算他不幸 3台里面有一台过世了 有一台机车 在第二台机车的时候过世了 对 那他就被起诉这样子 那检察官其实起诉 是起诉杀人罪 其实我查了一下 蛮多检察官 在这个时候 他是起诉杀人罪 他觉得说你是 已经罪成这样 你还上路 你已经有遇见你会 撞死人 也没有违反你本意 没错 就是你撞死人 也不违反你本意 你才敢开 结果一审法官的时候 他采取比较传统的见解 他认为说 他可能真的在喝的时候 没有预想到 他会撞死人 没有这个 这么直接的故意 所以不论他杀人罪 可是他还是论他 那个酒驾 酒驾不能安全驾驶 致人于死 其实这也蛮重的 因为不能 现在罪弄很重了 已经修到很重了 不能安全驾驶 如果你没事 没撞到人 你是3年以下 可是如果你致人于死 是3年以上 10年以下 所以一审判他8年 其实算很重了 结果二审改判 二审直接判他杀人罪 二审的理由是说 当你撞到第一台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你的行为 会致人于死伤 你有预见可能性 但是你为了躲避追查 继续开 所以他认定你在撞 第二个人的时候 就是杀人罪 杀人罪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是10年以上 有期徒刑 他就被判12年 有期徒刑 那这个是少数 而且最高法院 维持高等法院的见解 这个是很少数 开始去认定说 酒驾致死是杀人罪 或许以后 有可能就会 往这边去看 对啊对啊 我觉得刚好而已啦 真的这种 你想想看那些 机车骑士多么无奈 对 正常在路上骑 哪知道会有一个疯子 他只是因为喝醉酒 就把我命送到天堂去了 而且那个时候 蛮多人都是 就是晚班下班的人 辛苦人 很辛苦人 对啊 那的确啦 就是说我们遇到 这一类案子 像之前也有 在那个南京东路上 然后有两个人禁诉 时数都超过150 就是在南京东路上 时数超过 大概可以想像 如果你撞到任何人 一定是死的 对一定是死的 所以那时候也是被 起诉认为是杀人罪 而不是认为过失之死罪 对 那刑度就差非常非常多 那我觉得像现在 你如果说 我酒驾的酒精浓度 例如说是到0.6 0.4 他是酒驾 可是某个程度 你还有一点点思考 可是这个1.8 1.9 基本上面就是 再多喝到多一点 应该是自己会喝到 没命的那一种 所以已经是完全不能判断 自己在驾驶 或没在驾驶 你开在哪里 他应该通通都不知道 只是要乱跑 脑袋就是都不清楚的状况 所以把它认定是杀人罪 我觉得也真的是刚好而已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酒精 它其实是会有一个成瘾的状况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遇到也是酒醉驾车的状况 然后我们是被害者家属 就有被撞到 是在宜兰的那个田间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找了行车记录器弄了很久 看有没有路人经过 然后后来一查这个加害者 他其实酒驾记录非常多 他动不动两三个月 他就会有一次酒驾被抓到的记录 天哪 对啊 所以代表他一天到晚 其实就是醉醺醺在路上 对啊 而且到最后因为都被吊销了 所以他就是无照驾驶 对 所以他已经变成是一个 他可能是无法控制的一个成瘾的状态 定时炸弹了 对他没有办法不喝酒 他可以喝 但不要开车 那我也要提醒各位观众 其实就是不只是刚刚刘律师讲到的 这个骑脚踏车啊怎么样的 其实有的见解是认为你酒醉牵车也是 对 因为你如果说有移动这个车辆 然后你是酒醉的状态的话 那你不管有没有启动你的车子 比如说你机车你有没有把它发动 都有可能有这个酒驾的可能性 都有可能会被罚 对 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个韩式是说你是人行道上的话还好 可是如果你是马路上的话就一定会有 对 可是我们还是就是建议各位观众就是你酒醉了就不要碰车 对 之前我们也处理过好几个 一个是说我停在机车阁 然后我呢 我知道我喝酒 可是我要请我朋友载我 可是我朋友不知道我机车在哪里 所以我要从机车阁把机车拉出来 他就坐在那里 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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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驾 另一个更常看到就是 汽车 停在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 他要开出来给那个酒驾代驾的 开出来酒驾 对 所以你只要喝酒 那台车就千万不要碰 你只有坐副驾驶座 坐后座 你千万不要进到驾驶座 或是控制方向盘 或是控制把手 真的 几乎 其实我们遇过很多警察就故意要抓这种的 对 他就 就是在那个餐厅旁边看 然后 有人拉着马上就跑过去 来 吹一下 对 他其实就是摆明就是要抓这种 你光牵车他就要抓的那一种 对 所以我们也是奉劝 因为 目前实务上 很多被抓的人他当然就很无奈 就说我没有 所以我要打官司 申诉 或抗辩 主张自己不是酒驾 但是 几乎90% 法院都认为就是酒驾 真的 我们是酒驾零容忍 刚刚讲到这个0.15 其实医生有公告 大概两口啤酒 就会过了 就过0.15 对 所以说什么 我喝一杯 小酌 一瓶而已 不小心就变成一手 一瓶都完蛋了 对 这都完蛋了 大家真的不要挑战 对 然后现在不是什么 吃什么烧酒鸡也完蛋了 对 有些什么鸡汤 对 完全鸡酒 对 很多人想说 我就只是喝烧酒鸡 我告诉你 喝烧酒鸡一样酒驾 不要以为我是吃烧酒鸡 法律上就会 就主缺违法 拿出 我真的知道有照片 有合照 有发票 酒鸡 还有一个很常见 就是我晚上喝 我睡起来 我以为明天已经没事了 结果还是有残留 一清晨 也很多警察在抓 四五点五六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 我知道我喝醉了 对 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休息 睡觉 然后等到早上五六点 我就去牵车 酒还没退完 也继续抓 对 继续罚 对 那那个就一样就完蛋 对 而且我觉得也要提醒 有时候乘客 也是一个重点 现在也罚 现在行政罚 大概是罚六千到六万 其实蛮重的 就是你知道你的驾驶是酒驾 对 然后你还坐上去 也不阻止他 居然要罚你 对 乘客也要罚 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是 如果你身边有 比如说 酒醉的人 你就是要拉住他 然后如果他真的坚持要开车 你就自己叫计程车回家 不要坐他的车 这真的很可怕 对 不然就一起死 一起上黄泉路 我们之前也遇过 就是驾驶酒驾 然后乘客 乘客摩车也有喝酒 两个人就一起开 然后也撞到人了 然后撞到人以后 乘客就说 你怎么撞到 就是那个行车记录器就录到 你怎么撞到 然后那个驾驶就 赶快开走 然后乘客也没有阻止他 也被当做公伴 造势逃逸公伴 对 哇塞 这个当乘客责任重大 造势逃逸罪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少判一年 对 你能想象吗 我当个乘客 那个方向盘不在我手上 我旁边那个驾驶就开走了 我就坐在他旁边 这样我也要被判一年 没有及时意义就不行 对 因为那个被撞的人 后来在现场 后面又被车碾过去了 所以你看 不处理他要处理谁 所以驾驶 副驾驶都吃在一起 所以就是奉劝大家 喝酒 交通工具就不要碰了 千万也不要侥幸 很多就是我先喝一杯 后面不喝没关系 或者喝的量很少 没有关系 你只要喝一滴 你就要小心 不知道会不会被验到 这个很难讲 我们有很多人很多理由 我是喝烧酒机 这都没有用的 千万不要再想说 用这一招有用 不好 或是什么 喝感冒药 没有用 我们现在还有人是怎样 我据测 对 我据测 还有律师教人家 选择据测 我罚9万还罚18万 最高就这样子 对 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如果说你假设 你据测 你被抓了 或是你被这个 真的有造势的问题 强制抽血 对 就是一样被抓去强制抽血 那那个就不是 你想测不测 是抓去把你抽血 去验你的酒精的 所以是一样完蛋 反正总而言之 不要喝 或喝了不要开车 不要驾驶交用工具 那就没事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跟您讲酒驾啦 或者是我们现在想跟大家讲的 酒后如果产生暴力行为 因为很多时候喝酒以后 你就因此脑袋不能控制你的身体 因为你喝醉了 喝醉了就有可能做了很多糊涂事 那包括可能情绪的暴力 也会产生 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 很多人喝醉酒 就跟人家起冲突 一言不合 就变凶杀案 就变这个斗殴案 就这种也是很常看到的 这个社会新闻 所以喝酒 产生这些悲剧 也很常见 那当然也很看到 很多这种家暴事件 什么有的人 可能他自己工作很不好 这个事业失败 这个被别人看不起 然后就酗酒 酗酒以后呢 就殴打他的妻儿 伤害他的妻儿 用这个来找回他的自尊 或找回他的成就感 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家暴事件 所以这些喝酒 最后产生伤害 或是各种这种社会事件 就变得很频繁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这些会产生什么法律上面的处罢呢 来 黄莉 有一对夫妻 那男生也是酗酒 而且他有一点认知障碍 所以说他在行为上面 会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那后来妻儿被他这样子 久了以后 有一天去通报 通报这个家访中心 家访中心就来确认说 真的有被家暴的状况 那就决定说 好那就把你们安置 那有些人 他是舍不得离开老公的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我原谅老公 对 而且可能他是小孩子 或是他自己的 经济上的支柱 对 所以他就会容忍 原谅他 或是男生一觉醒来 又说不好意思 对不起 跟你下跪 我不会再犯了 你就又心软了 对 所以说这一对夫 这个妈妈带的小孩 这一次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说 那我要离开家 我要去接受安置 对 所以他们就是联夜就搬离了 那家房中心 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全名就是家庭暴力 跟性侵害防治中心 那主要是保护家庭暴力的 这个妇女 或者是被性侵害的妇女 那他的功能就是说 他会帮他们安置 那保护他们 帮他们申请保护令 那他们也可以要求行为人 比如说这个丈夫去做这个 戒饮治疗 戒酒治疗 那个一些身心课程之类的 但是呢 这个家房中心 就有点被当作是 因为他其实他变成一个 介入者的角色 他就是强制介入这个家庭 家庭里面 然后把这个受害人带走 就公权力伸到人家家里去 对 那其实很多男生之所以 他会有家暴 是因为他无形之中 他把他的妻子小孩 视为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的财产 对 他觉得是我的家 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我可以想对我的家人 干嘛就干嘛 就他发现家房中心的人介入 他会觉得你凭什么来介入我家 你以为你是谁 对把你当敌人 社工好像变敌人那种感觉 意见又很多这样子 一直找我麻烦 对 然后家房中心的律师讲话 到底可不可信啊 他都说小孩子不想见我们 是真的还假的吗 还是只是为了让我不能见 对 甚至会觉得社工是不是 自己觉得自己很正义 就是开始 那个 那个加害人的时候 真的站在加害人角度 会觉得社工好像是我们的敌人 嗯 结果呢 这对夫妻这个先生 他妻子走了 结果 他喝了酒以后 他竟然把自己全身淋上汽油 冲进家房中心 然后说要在里面自焚 哇塞 对 然后就说你们 请你们主任出来 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就吓坏了在场的社工跟民众 对 那因为刚才说前面还有点认知障碍 对 家房中心吓死啊 闻到那个焦油的味道 或什么的 而且他又喝酒 又喝酒 你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点燃 他一点燃那个社会新闻绝对是 烧死自己也烧了家房中心 完全没有人敢去家房中心求援了 然后社工也会害怕或什么的 后来还好是赶快通知警察 那这个样子其实是很常遇到的状况 因为其实蛮多人他就是会担心 爸爸会有这个失控的状况 但是另外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像比如说这样子的小孩 他被安置以后 他其实就跟爸爸没有 再也没有住在一起 然后爸爸也不可能去养他们了 那如果说今天他们年纪大了 成年了以后 变成爸爸需要他们抚养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拒绝养这个 整天 整天酗酒家暴的这个爸爸 伤害他们也没有真的照顾他们 或教育他们的爸爸 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像我遇到另外一个案例 他也是说 他也是爸爸酗酒 而且他爸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酗酒所以不出去工作 但是又想喝酒 所以的钱都是找老婆要 老婆不拿钱出来 就是恐吓老婆 打老婆 甚至打小孩来威胁老婆 对 然后再来拿不到就用偷的 所以小孩子的记忆里面 就是爸爸就是整天在 炸弹 对在炸弹 然后他们有说 听到爸爸声音回来都很害怕 晚上都睡不好 他长大以后 妈妈终于决定 我要离婚了 把他们带出去 爸爸也付不抚养费 长大以后 他们就说 那这个爸爸我还要养吗 这爸爸没养我 然后还造成我们这么大的害怕 因为后来他们搬家以后 爸爸遇到财务问题 还是回来找他们 甚至在他们住的公寓楼下也是放火 对 然后也是被判刑 都有这种倾向 对 后来他们就提起了一个去免除抚养义务的诉讼 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规定说 你有要养爸妈的义务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法院可以减轻或免除这个义务 那原则上重要就两大要件 第一个就是 这个爸爸可能从小有一些这个侮辱 或者是重大的肢体的一个虐待的这些行为 第二个是他有无政当理由不复抚养义务 对 这两个如果成立的话 法官是可以减轻或免除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后来这个案例里面 小孩子有主张说爸爸就是没有养他们 而且还差点要把他们家烧掉了 法官就认定说好可以免除抚养义务 那这个免除你可以子女主动提起 或者是爸爸请求你抚养的时候 你在做一个抗辩都可以 其实你讲这个我最近也遇到有人来咨询我 就是说他想要提起免除 那个爸爸的抚养义务这样的诉讼 然后我一开始也就觉得 通常是如果你爸爸来跟你要 然后你拒绝 然后爸爸来诉讼你 你再来主张不要给 不就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主动去告爸爸 然后说我要对你免除抚养义务 这个我原本不是很理解 但是听完那个故事就会知道 这个小孩没有去做这件事 爸爸就三番两次来骚扰 所以他希望直接就是让国家宣告 你不要来找我了 你找我法院判决在这里 你找我没有用 我绝对不会给你的 所以他希望能提起这个诉讼 对 不然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在法院实务上就是 你爸爸没有跟你要 你干嘛需要去提起一个 确认我对爸爸没有抚养义务这样的诉讼 而且搞不好 法院认为没有提高的必要 因为我们法律上就是 你要被要了你才有反击 你根本没有被要 搞不好你爸这辈子不会跟你要 那你提起这个诉讼 就没有叫做素质利益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我如你讲的去提起 先宣誓 爸爸我不会抚养你的 而且法院认证 所以你不要来找我了 好像听起来也有那么一些道理 因为有些爸爸会勤勒 他可能不会去告你 可是他会一直在你的生活中勤勒你 是的 对 然后对子女来讲 你又不会走法院来告我 你如果走法院来告我 我可以让法院来帮助我 宣告不需要抚养你 可是你一直勤勒 甚至你一直讲 法律就规定你要养爸爸 你反而没辙 所以现在反过来 开始由你讲这种提起这种 免出对父母的抚养义务 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 刚刚讲到这个九岁的案例 其实是真的非常多 我也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爸爸九岁之后 他就会失去意识还是怎么样 他把他的孩子拎起来 然后放在阳台外面 四楼 四楼 看起来就是要把他丢下去 对 很可怕 那妈妈已经吓死了 这个小男孩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六七岁 这样子 六七岁很大了 对啊 所以他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妈妈因为很忙都不在 就像刚刚黄律师那个状况 这种酒醉的人 他可能工作的状况是很不稳定的 所以妈妈其实反而是家里的经济的支柱 对 所以后来呢 长大以后就是这个爸爸被安置到了安养院 安养院还提告这两个孩子 请求抚养费 我们就来做这个免除抚养的义务 那其实呢 也不一定最后会需要一个判决 如果说这个爸爸他同意 就是说我知道错了 我愿意让就是法院来判我免除抚养的义务 那中间有一个证人 比如说妈妈或照顾的阿姨出来作证 法院这边是可以透过调解做成中间裁定 就不会最后有一个判决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啊最后有一个判决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名字就以后会被查到啊 或怎么样的 那其实透过一个调解的方式是完全保密 我觉得其实也是 双方知道而已 对对对 那其实像我们那个案件里面 我们也很感谢说这个爸爸 他最后是同意我们 来做成一个中间的裁定 因为这些孩子他也就不用再打诉讼了嘛 因为这样的诉讼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一审不服 你还可以上二审 上三审 这个都是很累的 对啊 你孩子就已经对你这么不满了 而且对爸爸来讲就是这个判决 或许法官也态度就是你一定会输 然后你就会被公告说 原来你以前对 因为判决除了主文 理由也会写上去嘛 对 为什么你这个爸爸 那个小孩不用抚养你 因为你小时候干了 哪哪哪哪哪 这么多快事 全部都会放在判决书里 而且公告在网路上 对 所以说爸爸来讲 那不如我们试一下写 我免除就好 我还不会对外面很丢脸 对啊 不然就更丢脸 真的真的 就是算是他给孩子的一个 最后的交代 对啊 不过你刚才讲那个情乐 我们遇过比较夸张 例如说一个老妈妈 然后一个老儿子 一直跟他情乐 老妈妈不愿意给这个老儿子钱 我们遇到这老儿子去抢走老妈妈的狗 把他妈妈的狗带走 然后再来跟妈妈情乐 你如果想看到你的狗 你要给他 我就那时候要两百万 我就说哇塞 然后这个妈妈真的很气 找来找我们 就我们也去告他儿子 侵占那一条狗 然后要求把狗帮还 然后反正诉讼需要一段时间 儿子也不管 没关系被告就被告啊 然后也就继续跟他耗 可是对老妈妈来讲 我一个月没看到我的狗 两个月 我这个狗到底还活着 还是死的 真的受不了 就真的最后是不得不要 就是得去跟他这个 老儿子妥协说 不然我付你钱怎样怎样 最后我们就一直告诉他 你只要被妥协了 你这只狗保证过一段时间 又要被偷走 除非你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保护那条狗 不然一定会再发生 所以最后就忍住 忍到最后就是 等到这个儿子就开庭 你这儿子这样子对待你妈 那条狗你就拿回来还给他 你不拿回来还 我一定会对你怎样怎样 然后换换换换换去吓这个儿子 最后这个儿子才真的 在开庭的时候 把这个狗带来还给他妈妈 因为地检署交付 对 地检署交付那条狗 我说我也觉得这条狗也很可怜 所以对这个儿子来讲 我真的觉得 你啃老族需要啃到 连妈妈的狗都要一起害吗 这真的蛮惨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常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酒这个东西它实际确是个好东西 可以喝酒助性 也可以喝酒喝得很愉快 可是反面呢 酒造成的风险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吧 这些东西在每个人手上 各有不同巧妙 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你能控制它 你就能好好享受它 但你被它控制 你就完蛋了 所以这里也是要奉劝各位观众朋友 喝酒尽量不要有开车这样的行为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对酒精的欲望很高的人 那你最好有多一点外部的 不管朋友或家人帮你去控制 那如果你本身对喝酒的欲望不是很高 那我就建议你少碰为妙 只有在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时间 享受一下这些小酌食客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非常谢谢两位大律师 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我们谢谢黄丽黄大律师 谢谢大家 还有魏正芬魏大律师 谢谢刘律师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播出的节目 在我们晚上八点钟 静天电视台 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 静天电视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 让你受用一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